我们觉得应该加大惩罚力度 而且要对专利侵权 按照快速的审判 因为坏人做了不受惩罚 那更多人变坏人 特别是在创新的这个时代 如果都靠偷专利 那没有受到惩罚 那大家都不去搞了 那我们都去偷 那我们中国就成了一个小偷世界 所以说是要重罚 对 所以我们打了无数次官司 每次赔钱就几百万 赔完他也无所谓 脸皮还很厚 你要说那小偷他还不高兴 我用几百亿去买一个 别人的这个所谓技术 那我愿意用几百亿来培养 更多的研发人员 他们更具有创造力 他们才代表未来 我对于偷创新这话 我从来不封顶的 需要多少就给多少